在節目開始前 請到我們的網頁加入我們的會員 我們的事工需要你的幫忙 加入會員之後 就可以到我們會員專屬的群組裡面 現在就是我們建立社群的時候 現在就是我們必須要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時候 現在就是找到有共同價值觀的人 跟家庭的時候 在裡面只有支持我們的人 也就是說只有支持我們的價值觀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後院農夫 還是你只想要在你住的地區 可以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亂的時代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機率 都請你加入 好的 現在來到我們今天的新聞節目 我們開了個基督教頻道 批評美國的左派跟共產黨 是因為美國還有救 美國現在道德淪喪 但是還有一堆像我們這個樣子的人 正在為正義而奮鬥 但是其他的國家 所以當我每次在講我們美國在做不該做的事情的時候 並不表示你的中國共產黨好棒棒 說什麼美國男人跟女人都分不清楚 你們還可以代表中國參加奧運 那我們現在就來繼續討論 現在這邊 在美國這邊 支持巴勒斯坦的人 有多麼的愚蠢 密西根州舉辦了一個大型的支持巴勒斯坦的集會 在我們看好笑那一段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當下的情形 裡面有很多各位常常聽到左派集會的口號 Pälestine will be free PSL out of the river to the sea PSL out of the river to the sea PSL out of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 MPFID No Justice PSL hot食べ Pgan私不如我 Phan私不如你 P summit P WILLremo Programs P独你 Pgan私不然 P snow 對,No justice,No peace,ok? 基本上就是一堆跟黑命貴BOM的口號一模一樣 那經過了這麼多年的經驗 我們可以完全了解 No justice,No peace,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 這個口號是在助長暴力 甚至是為了暴力的行為而背書 通常想要達到的目的就是可以讓暴力繼續進行 持續的攻擊無辜的人民 簡單說就是他們不想要正義 他們也不想要和平 對他們來說和平,peace就是殺光奴役所有反對他們 共產主義思想的人 他們要掌有完全的權力才叫做真正的正義 到那個時候才可以有所謂的peace和平 這些人完全跟事實脫節 真假分不清楚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一個正義的白馬王子 自以為意、自以為是的方式 對著所有的人公開的說 自己聽到都會笑出來的謊話 以下這段是同一個講員 在同一場活動上面他說的謊話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說的是哪一場白人至上的集會 我沒有去過白人至上的集會 基本上美國白人至上的人 好像沒有什麼集會 好像你不會找一個什麼facebook群 說我們都是白人至上 那如果我有機會去一個白人至上的集會的話 如果說我能找到一個白人至上的集會的話 我幾乎可以保證 那裡絕對不會有以色列的國旗在那邊 因為 白人至上的人超愛猶太人的 如果白人至上的種族歧視的人 要合一的話 那就是他們所有的人 對於以色列跟猶太人的愛 我認識好多白人至上的人 然後跟他們講話的時候 他們沒辦法脫離的話題就是 我們要怎麼保護以色列 這個話題 一開起來之後 他的嘴就閉不上了 保護以色列對他們來說是最重要的議題 真的是一群活在自己世界裡的 就類似那種 你知道我為什麼喜歡去那種 吃素主義素食主義的集會嗎 就是因為他們每一次都會發 LBAC牛排店的這個禮卷 然後結束了之後 一起吃牛排 這些東西說出來 一點不合理的原因 就是因為 這一點都不合理 白人至上的旗幟旁邊擺著一個以色列的六芒星 這就像 你說希特勒的納稅奇 跟以色列的六芒星擺在一起的意思 然後如果你繼續聽他講的廢話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哦原來他的白人至上的定義 其實只是任何跟他觀點不同的人 也就是說我也是白人至上 Felicia也是白人至上 全世界90%的AI News的觀眾 對他來說就是都是白人至上 然後大概有差不多2-3%是想要在這邊看美國笑話的小粉紅 是跟他一樣活在自己世界裡面的No Ni No Colu 保守派、基督徒、右派、川普支持者、Dissantis支持者 反正全部都是白人至上 所以在我們的集會上 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在我們敬拜的時候 台前在那邊舞旗的那些人 會拿著以色列的國旗 是因為我們都是白人至上 那就連這個樣子 就是我剛剛說成這個樣子了 OK 他說的也是假的 因為我沒有去過白人至上的遊行 但是我去過很多保守派的遊行 共和黨的遊行 川普支持者的遊行 通常都沒有以色列的國旗在那個地方 通常都只有美國的國旗在那個地方 以色列的國旗通常會出現在哪裡呢? 通常是出現在同性戀的遊行 左派的社會主義遊行 通常是BLM的遊行 所以說我對於以色列的旗幟 印象其實並不是很好的 我對於那些不遵守神的律法的猶太人 沒有讀聖經的猶太人 是非常反感的 我並不認為現在的以色列 是一個非常正直 非常有道德 非常好的國家 但是左派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以色列那一邊 可能是這一邊的吧 我們這一邊 也有非常多的陰謀論現在冒出來 以色列是一個科技非常先進的國家 同時也是一個軍事強國 以色列那邊的邊境 特別是加沙地在那個地方 是管控的非常嚴謹的 所以怎麼會發生這個樣子的事情 這個是Tucker Carlson的節目上面 Vivik Ramaswamy 問的問題 我覺得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不是個軍事專家 但是值得我們討論 各位看一下 然後彼此在下面 理性的溝通 討論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沒有說話 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在這裏面 跟美國的衛生命 和美國的衛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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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面 這裏面 讓這裏面 都會發生 那裏面 問題 我認為是 問題是 現在 如果是 我認為 我認為 她是 她是 很多 她是 they don't let airplanes when they crash the pilots or the people who crash the airplane that airliner is not the one who reviews the black box and so i think those answers have to come now that's not a question for later 那呀啊很棒的問題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我們這麼厲害的情報部門 以色列這麼強的情報部門 對於這次的攻擊一無所知 其實不只是我這個樣子認為 就連以色列的士兵也都這個樣子像 以下是一個士兵說 我知道那邊把守得有多嚴密 這個樣子的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希望你回答多一點點 因為... 嗯... 我認識了 我認識了我 我認識了在阿朵的戰鬥 我認識了在阿朵的戰鬥 我認識了我的戰鬥 我認識了我 在阿朵的戰鬥 在阿朵的戰鬥 我認識了自己的戰鬥 不停,不停,不停,不停 不停,不停,不停 不停,不停,不停,不停 不停,不停,不停,不停 不停,不停,不停 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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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 不停,不停 不停,不停,不停 不停,不停,不停,不停 不停,不停,不停 不停,不停 不停,不停 不停 不停,不停 不停 不停,不停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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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coming after you i think this is what i'm trying to clarify here because i i'm wondering us in israel us in israel u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crystal clear the united let me just join operation let me just um let me just understand you just to be clear you're saying that you would wa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to bomb iran even in the absence of direct evidence of their involvement in this attack yeah so if there's an escalation abby 如果這個戰爭升溫的話我就會打伊朗了 ok 那請問證據呢參議員先生你可以跟我們說這一切是伊朗促成的嗎 你可以說明一下嗎因為我也很懷疑伊朗但是你可以先證明嗎 你在CNN上面這個樣子說就不會促成戰爭升溫嗎 你覺得伊朗看了這一段不會拿著這一段剪成他們的新聞片段 然後24小時連播然後說你看伊朗的人民這個就是美帝國主義 極先鋒要我們做的事情所以我們要殺光美國人 Death to America 特別是他說就算我們沒有直接的證據 只要哈馬斯那個地方有殺人我就要直接打伊朗 What why Lindsey Graham ok Lindsey Graham 是一個大概已經30年沒有正常工作的一個人 他當了一輩子的政治人物他已經跟社會脫節了 他七十幾歲他沒有小孩 當他在面對戰爭的時候他不會失去任何東西 他希望帶著全世界跟他一起孤單的消失 這樣他才不會孤單 當戰爭發生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關心的都是 我們的後代會怎樣 我們的小孩會活在什麼樣的一個世界裡 在什麼樣的世界當中生存 但是對於這些政治人物來講 戰爭就是可以洗錢 戰爭就是可以奪取更多公民的權利 戰爭就是可以得到更多控制的方式 所以我們要非常小心這個樣的邪惡又愚蠢的政治人 因為不是每個基督徒都是好人 不是每個共和黨都是保守派 不是每個保守派都愛美國 不是每個愛美國的人都在乎我們 更何況現在看起來那邊戰爭好像已經結束了 以色列好像已經贏了 加沙地帶的軍事基地基本上已經被以色列剷平了 以色列自己就可以輕鬆的解決哈馬斯的情況下 事發之後七個小時之後 哈馬斯基本上就好像沒有任何攻擊以色列的能力了 這個時候美國要開第二個航空母艦的戰鬥群過去 然後在那邊繼續待著吵新聞 讓民眾情緒持續升溫 都沒有人認為美國這個地方應該要先停一下 以色列那邊好像目前沒什麼問題了 我們要問的我們自己的應該是 我們應該繼續嗎 我們應該讓這樣子的情緒跟這樣的情況繼續升溫嗎 還有 我們介入中東的戰場 有改變什麼嗎 我們改變了伊拉克嗎 我們改變了阿富汗嗎 每一次美國的介入 不只是讓整個中東變得更混亂 浪費更多的錢 死更多的美國人 現在以色列的情形需要美軍的幫助嗎 還有美軍能幫助嗎 我可以了解我是個基督徒 那裡面聖地聖城耶路撒冷 所以說我們應該要守護 但是五角大廈 美國政府 Joe Biden 好像並不是一個想要守護耶路撒冷 聖城耶路撒冷的基督徒 或許現在對我們來說最好的選擇 就是應該冷處理一下 深呼吸 然後不要讓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 不是嗎 我們可能要想的是 什麼才叫真正的幫助以色列 我在這邊可以確定的就是 絕對不是跟伊朗開戰 絕對不是在一個以色列已經打贏戰爭的情況下 開航母過去 絕對不是在這個地方情緒化的煽風點火 啟示錄裡面的國要攻打國 民要攻打民 或許不只是我們的敵人造成的 而且我們如果被我們的怒氣牽著鼻子走的話 我們就可能非常情緒化的被我們的敵人利用 至少現在看起來 這些共和黨的建制派想要的 是跟左派一模一樣的 就是戰爭擴大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主要推手是誰呢 是哈馬斯嗎 是深層政府嗎 我們先來看一段視頻 反正其是 saran的確摔, 不过这个案例在中间, 最后,当时他使用了6�н 军佐东西的仙道。 可能我们最重要的部分, 是什么是与其更多言善通。 aby CCP总统和印度下的支持, 拜登上中国把希军马乒乱和 巴勒斯坦怎麼會突然突襲以色列 然後美國這麼無腦的反應 以色列為什麼那邊突然邊境放空 讓哈馬斯基本上無阻的侵入 為什麼突然會有這麼多的戰爭同時發生 這個我們星期五的影片就有說到 但是因為這個很重要 所以說我今天在節目上再說一次 這個是上面的網站 這個來自中國 大家稱呼他為習近平的國師金燦榮 他在2016年的時候就說 當然我們還可以有其他的邪招 他自己都說是邪招了 比如讓世界的亂局進一步發展 美國有一個毛病 他真的很多元 在西方國家當中民主程度最高 當然多元有一個好處 老百姓有自由度和發展 但是也有壞處 建立共識非常困難 對美國來說 外部最好的情況是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敵人 圍繞著這個敵人進行政治動員 然後他說如果有兩個敵人 美國就傻眼了 二戰以前 美國面對德國和蘇聯兩個敵人的內部就成草 一派說他是敵人 一派說他是敵人 還沒打自己就打起來了 如果美國國外有三個敵人 我估計就開始暈了 有四個就徹底找不找北了 中國戰略的任務就是要確保有四個敵人 恐怖分子肯定是一個 俄羅斯很像一個 但是還不夠 沒有錯 要製造世界恐慌只是為了要打倒美國的 就是中國共產黨計劃的分裂 讓美國沒辦法團結的就是共產黨 現在有各式各樣的陰謀論在網路上串流 包括我今天說的一切 為什麼以色列這麼容易被供貨 為什麼拜登政府明明是反以色列的 卻馬上派出航母 為什麼共和黨內的好戰派會馬上口無遮攔的說 要跟伊朗發生戰爭 為什麼以色列都已經贏了 美國還是跟這個地方瞎繳禍 如果套上習近平的國師策略的話 一切就可以說得通了 我今天想說的就是 我們的敵人很陰險 我們的敵人很狡猾 他們很知道他們要什麼 而且在美國的內部 我們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我們敵人的影子 我們要禱告 禱告這些我們在上掌權的人 不要被撒旦理由 不要讓戰爭擴大 雖然目前看起來非常渺茫 因為他們似乎已經成功了 節目結束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以色列的戰爭爆發之後 美國的主派的反應 我老會說 一件事 無 rumor 有明著 在以色列的拍照 沒意思 過 是 瀏� 是 人 現在 啊 是 她 是 可以看到 1、2、9 和2、3 過分別人 1、2、1 和3 你看到他們這些人的反應 現在就是你邊剛強的時候 現在就是你要來建立你的社區 你的教會的時候 現在就是要你起來審核你身邊的朋友的時候 督促你的社群獨立的時候 星期五的話我再說一次 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 发生什么事情 你可以认为说 美国可能会来救你 如果你是以色列的话 发生什么事情 你会知道说 美国一定会来救你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美国人的话 没有人会来救美国 如果今天美国活在恐惧中的话 全世界就都会活在恐惧中 这并不是一个威胁 而是习近平的国师的计划 但是我们不可以害怕 因为我们的神已经得胜了 对教会来说 压迫会越来越多 会想要为了安全关闭教会 会想要为了方便在线上聚会 会想要为了疫情而再封锁一次 左派跟右派现在都一堆阴谋论 打仗的时候阴谋论就是到处飞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你感到害怕 让你感到害怕到放弃神 也就是说现在就是 我们一定要刚强的时候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